好 我们来看一下MC话题吧 是我们自己说 对 那我们今天MC3的话题是 就是如果你的伴侣整容 你是想在他整容之前认识他 还是整容之后认识他 我以为是说我整容之前认识他 整容之后认识他 不是可以说 你也可以说 伴侣 伴侣 你也可以说 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好好好 是呢 好 都行 行 你说那边看 那我选择整容前吧 我选原装的 原装的 对啊 这本来就是嘛 因为我觉得天然美 天然美 万一他整容前很丑怎么办 我看得上 你看到的是原生就很美 不是 他用很嫌疑的表情说我看得上 不是 万一他长得不好看 但是心灵很美怎么办 很善良他给你花钱 他 他对你很好 他就是长得特别丑 可能看得根本就不是容貌是吧 但是他很爱你 他长得丑 但是他很爱你 很愿意我你花钱 是的 就是他愿意为你做很多事情 哎 其实我觉得美丑不重要的 就是 我觉得美丑不重要的 他用很嫌弃的表情 你说美丑不重要 真的不重要 因为我觉得样貌这个东西 人迟早都会变的 可能你一年前很漂亮 但一年后你生了个病 然后就不漂亮怎么办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还是心灵美最重要 所以我还是 但我还是选择 不是 但是他可以为你整容 他可以为你整容啊 他为了配得上你就去整容 没必要 是吗 对 因为整容前整容后 原生脸还是吗 就是后期的脸都无所谓 只要钱包美 就OK 是吧 但是 他这个前提是 他们俩已经在一起了 我知道了 这个时候他的整容是你俩的公非了 所以你不允许他的整容 是不是 只是说我愿意在哪个时候选择认识他 我愿意在他 就是 我一般认识一个人的时候 我觉得不会看 长相的 对 真的 我是一个很喜欢 就是 我以前说过嘛 我是一个很喜欢那种 比较有自己人格魅力的人 那长相这东西 很无趣的 就是 你等等 你先摸着自己良心说 我摸着良心说 长相这东西很无趣的 没有灵魂的 就像 就像那些美女 怎么说呢 天底下多的是 对吧 有趣的灵魂很难找的 所以我还是选择 整容前 嗯 啊 你啊 你说说 我肯定也是选整容前 因为 就是前提条件是 诶 你刚刚在私底下不是这么说的 我说的 对啊 我说 我说 我说的是啥 就是前提是他就是喜欢整容 那 那 你说是不是 诶 我在 我在他整容之前认识他 那他每一次 每每整容一次 就相当于换一张脸 我就相当于换了一个对象 不 换了个伴 诶 那多有新鲜感呀 是啊 多有新鲜感 不是 那你明天在出门都拎错人了 怎么办 不可能 天哪 你都是你伴侣了 你还不知道 那说实话 现在这个风险很大的 有些人化妆就可以变一个样子 啊 对 就是卸妆和化妆 但是 那这样也是拥有了两张脸呀 对呀 我觉得挺好的 你总是能看到他素颜的样子吧 都是你伴侣了 没事 你不在乎呀 你不在乎 对吧 你不在乎 我说你 我没说我 我反正就是 哎呀天哪 你说的就是每天身边不同的人 出去多有脸 不是 我是觉得如果你每天出去的 他的整容的话 你每天大概率看到 确实满脸是绷带 确实 他天天带着木乃衣装 我等他恢复之后 就是带他出去 我就显得我辈儿有钱 为什么 每天身边都不同的女人 我 不同的人 就显得我辈儿有钱 我感觉你的内心暴露了 没有没有没有 那你呢 我 我喜欢不整容的 就是我想在整容前认识他 因为我虽然是个天秤座 就是虽然我们天秤座还是挺看脸的吧 但是我觉得还是整容前认识会比较好 虽然 是吧 那意思就是说你要找 小白你也是天秤座是吗 我 我不是 但是 但是我找的时候肯定就找我自己喜欢的样子呀 是吧 对吧 除非说他真的就像刚刚谁说的 他想整 他喜欢整容 那没办法 我整退步了 但是 那万一他整成了你不喜欢的样子呢 再整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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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啊 整 有钱 对 然后那个钱就让那个程程滑 因为他说了 他 好的 他有钱啊 带出去有面 谢谢程程 只是显得我有钱 并不是我真的有钱 我只是想要显得自己很富的样子 但是你能找一个经常整容的 说明他也真的很有钱 嗯 他可以给我花 然后呢 他一旦整容 然后呢 我就是怕他就是 他万一一旦整了 然后就是整上瘾了怎么办 他每天都想去 然后我就 我 我到时候我可能会有点承受不住 每天换一个女朋友这种 他花的不是你的钱 他花的是他自己的钱 嗯 那无所谓了 那没事没事了 我觉得 主要不用你的钱就行了 所以你本质 但是我今天我很害怕整坏了怎么办 可以再整回去 可以再修复 对 一直修复 换一个是吗 好 我觉得我的话是要看下一代 你决定要下一代 如果你决定要下一代 如果你决定要下一代的话 我就很想给这个人按一下 那个恢复出场设置 对 最初长什么样子 如果最初长的时候我接受不了 那肯定就不会要下一代了对吧 所以如果不打算要下一代的话 我肯定找一个整的 已经整了很好看了的对吧 每天赏心悦目的对吧 如果你打算要下一代了 那你肯定要看一下 恢复出场设置之前是什么 没事下一代也可以整 对 也都可以整 主要你有钱 有道理 好那我就跟着谈成成了成 我的话我觉得无所谓吧 因为我觉得爱美之心 大家都想要让自己变得更漂亮啊对吧 所以我觉得整不整容的对我来说没有所谓的主要是看 主要好看就行 对主要是看 你在他整容前喜欢上他 那他就是整容前的样子 你在他整容后喜欢上他 那就是他整容后的样子 就无所谓 说一堆废话 你倒是选择一下 我觉得很有道理 我选择一下 我就是我当时喜欢他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 那他要是变了一个样子呢 那挺好的 如果变好看了不是更美吗 那万一变丑了呢 变丑了就 怎么看一个 怎么看一个 没事变丑了我眼睛里有滤镜 你呢 我的话其实角度不一样 因为我会带入我自己 如果说我的话 我会想说 我希望自己在整得漂漂亮亮的之后 再遇到喜欢的人 再跟他在一块 那张华你就没办法说 你看这是我小时候 你看这是我毕业的时候 你没法分享了 为什么要分享 就长开了呀 对啊 长开了 女大18毕业的 长开了吗 长这么开呢 哎 哎 万一你遇到那个 就是 喜欢你的那个人 喜欢的是你的以前呢 并不喜欢你整容之后呢 他说哇 以前这个女孩 我见过她 我爱上她了 结果你说这是我整容前 真的有很多人 对十年之后就整容了 有很多人就是说 小包说 哎我记得谁 上次说 说以前可喜欢你了 圆圆的眼睛齐丢海 他现在找 什么意思 是谁 不是我说的 是谁说来着 说那个时候拿着 是我吗 不是我 你说的吗 是流浅吗 应该不是流浅吧 好像是流浅 对是流浅 他说你那时候拿着一个 脏葫芦 没有想到你现在变得 这么成熟 不允许你家长开了吗 我也可以变回去的好吧 她现在是可爱的灵魂 成熟的女人 我这是瘦的 好好好 多吃点多吃点 但如果让我说 她要来评判选择我是整容前 人整容后的话 我就让她滚吧 我觉得就是完全 哇好女王 哇 爱上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 它完全就取决于自己照镜子 平时你们肯定自己看自己最多啊 对吧 有的 那她要是对你说 就是她也很爱现在的你 但是她更爱你没有整之前呢 招三不四啊 但是都是你啊 脸不一样啊 你也说明她会为以前那张脸心动 她就会为以后的出现的某一个人 跟以前那个人相似的另外一个人心动 就出轨的嫌疑是吧 对啊 而且不 她会说这句话啊 就说明她不够爱你 因为她说这句话没有考虑过 会不会让你伤心 可是如果她说 我爱你的每一个样子 我也爱你 天哪 别爱我 我 我刚刚理解错了 我以为是说 我整容前遇到她还是 整容前和她在一块 还是整容后呢 我当时想的是 那我一定是整容前 因为我觉得就是就是我 想整的应该也看不太出来吧 就是 你想整啥 我想就是 比如说身形啊之类的 对 这也很难整的 很难挂 身形怎么整 对啊 就比如说断骨增高啊 这也不用整 你的鞋也差不多呀 反正就是我 因为我想的就是 是那种看不太出来的 但是人确实 随着年纪长大 样子会变 所以 我觉得一定要找一个 就是 不管我什么样 她都喜欢我的 还有一个就是 可能我觉得 我会比她 嫌弃我之前 先嫌弃她吧 为什么 因为她年龄大嘛 没有没有 没关系 年龄大怎么了 年龄大说明了会藏人 你怎么知道我就是 就是 这个找的就是 比我年纪大到 就是 没有 你说呀 哎呀呀 我瞎说的 别带着我好了 我觉得我喜欢一个人 确实不是看样子的 就是我是看这个人 对我好不好 包括他这个人怎么样 基本上是看这个 然后 就算他长得很丑 但是我觉得 他这个人很好的话 他也不丑的话 没关系 我是说 我以你的眼光 他未来绝对不会丑 对呀 疼你就好了 对我 啊 疼你就好了 我就是 我应该不会找一个 很难以这个 下咽 对很难以下咽的人 对 肯定 怎么着也不至于吧 因为你知道 有时候 你可能觉得人挺好 但是有时候 可能你俩就是不合适 为啥你会生理性的 想远离他 就是你俩这个气场 又会长得吵 可能也有其他的原因吧 就可能真的 你的面相 你可能对我 这辈子对我很好 是因为你上辈子杀了我 我就看见你 我就想远离你 对 所以你看见谁想远离 你再问就是你了 你啊 不问了 不问了 那你说 你选择是整容前的 还是整容后的 那整容前的吧 反正整容前的 都不会选非常不好看的了 但如果他审美太差的话 那我也只能就慢慢等了 等他恢复了 等他恢复了 等他恢复了之后 看他有没有 因为我相信我找的人 审美应该也挺好 就算整坏了 我估计他自己也会 这个 去再去修 对 我感觉你像 在了一个木乃姨回家 现拆 没事 我可以 这样我出去也很 我出去也很有面子 我推着他 我说 他为了我出了车祸 我也很有面子 你呢 是我的话 我觉得整容后吧 但我都还好 因为我觉得 主要是如果我喜欢他的话 就他什么样子都能够接受 包括如果说他跟我说 他要去整容的话 我说OK那去吧 那你会 那你会经济上支持他吗 会呀 如果说我喜欢他我就会说 如果说他不够我也会 对呀 因为我觉得 哇 原来你是那个父亲 原来你是 哇 怎么了 那你这个 他说他让你快喜欢他一下 他想让你的支持 他先让你爱上他 然后他整了另外一个样子 然后就说 我只是贪图你的钱 那我先 那我要确认他是不是真的爱我 才能给他花这个钱 那你怎么确认呢 就看他平时对我怎么样 如果说对我很好的话 那万一他整完了之后 变得漂亮之后 就把你抛起呢 就是平时伪装起来 那我觉得我也没关系啊 那我觉得我也不差吧 可以换下一个 可以换下一个 但是你的钱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如果他鼻子整坏了 或者眼睛整坏了 你会跟他一起去维权吗 还我 你会去吗 你会去吗 我会啊 我会去那个 我会去院门口 跟他一起唱骂声鼻 脖子上挂一个牌子 还我骂声鼻 天呐 故事的走向 逐渐变得离谱了起来 好 那你们还有别的想说的吗 没有啊 反正我觉得 整容这东西 还是不提倡大家去搞啊 反正 还是天然的最美丽 人心里美丽 安全的可以去搞 对吧 就是不提倡去 搞你管人家的 对啊 就是怕不安全吧 你看现在出了这么多事情 是吧 你想在医院能够去维权吗 没事人家的权利 只看那可能是 拆了而已 就是 随便大家想不想去搞 反正注意安全 谁想搞谁搞 谁不想搞谁不搞 正经的 谁搞谁什么我要 正经的 正规的 正规的 做那种风险高的那种项目 正规正规的 正规的项目 对 然后就是这样 耶 那先iver下来拍小伙伴来MC吧 耶 帮你 你